来来来来 今天我来带你们了解一下策划的小心思 我 提华特地理 将化身为阅读理解代识 本期内容绝对警报 好的 让我们开始吧 那么话说在虚迷 有一个任务叫做 召唤王下集市 说的是我们遇到了 到期的小说家福本 看到他正在烦恼呢 好事的爷就上去 当起知青大姐姐 然后他说什么呢 就说 做期胜召唤的学者 提出了一个问题 文本太长会让人不想玩 哎 你看 他其实什么都懂对吧 然后呢 该学者建议 缩短文本长度 便于玩家阅读 但是您猜怎么着 给出了两个选项 一个是 需要这么做吗 表达了不可置信 另一个是 其实也尝不到哪里去吧 笑不活了呀 不过呢 这里也传达了一个积极的信号 因为福本说 虽然他自己觉得 文本长不是核心问题 但是学者们在积极的讨论中 说明策划组对于文本长这个事儿 其实也是有考量的 相信未来 长线的任务的文本 会得到一定的优化 之后福本说 找模特的事儿 遇到了麻烦 于是爷就带他去找赛诺 福本看到赛诺之后 美赞了一番 说他是最佳主角 我严重怀疑 这里编剧的心里 应该是对他们自己设计的角色 非常满意 之后福本又说 在创造一种新的对战方式 不知道这里是不是暗示未来的新玩法 不过这种一边对战 一边收集 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思路 不知道各位有什么灵感的 有可能是针对大世界的优化吧 那么接着我们看赛诺在干嘛 赛诺的话就更精髓了 赛诺说他在构筑一套 慢速进攻的卡牌 会有大量的资源和强大的卡牌 并说现在玩家喜欢速攻的玩法 是什么意思呢 一方面是说 我们的玩家现在喜欢玩高爆发 出伤快 伤害前置的阵容 一方面是说培养风格的问题 太过急于求成 策划的意思呢 就是他想要去打造一个 慢下来长线经营的战斗培养体系 所以其实我们对比 到期的体系和虚密的体系 会明显的发现 虚密的总门 其实是初伤偏慢的阵容 对吧 虚密的很多C 初伤也很平滑 不像到期 三拐一能打一波爆发率 所以这里很明显 在未来我们的战斗 还会继续往平滑 经营 需要动脑子的方向发展 最后还说 赛诺的照片 一定可以让画师 画出优秀的画作 看起来就是角色越出越多 美术的灵感都要枯竭了 作为一个设计师 我其实很懂这样的感受 所以你看 这个简单的五分钟的任务 其实传达了很多 制作组的想法 那不知道这种需要耐心 需要经营的发展方向 是否符合各位玩家的心意呢 感谢观看